這間是台南無名,用了中佛菜在本土的大樓 旁邊開了一間新的榨菜,川味榨菜肉絲麵 還有一個永康文化創始麵 這間鑽在市脈中的樣子,這樣都有人送花 一般我們去牛肉麵店,是沒吃牛肉的人通常都吃大菜肉絲麵 但是煮肉絲麵的高湯通常都是牛肉湯 像是媳婦這樣在那吃牛肉湯的肉絲麵 這個滷蛋,還有這個大腸 它這也有豬耳朵 那你家可以 高湯肉絲麵 高湯肉絲麵,這是辣的嗎? 川味的嗎? 川味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叫永康文化創始麵? 你為什麼叫永康文化創始麵? 因為我們是第一間店 第一間喔 原來是在仁德嗎? 沒有耶,不一樣的 不一樣嗎? 正點,新開,聽說還不夠兩禮拜 這位做得這麼輕快,看起來是頂一輩子來倒三天 不夠太難嗎?我常常來吃吃啊 對啊 都一公嗎? 對啊 一公有底下轉蛋 好,你也知道嗎? 這是紫菜湯嗎? 紫菜湯 這高湯是... 這是洋蔥 大骨 大骨 大骨喔? 好骨喔 還有... 菜湯 好骨 這是什麼? 我們這高湯 喔喔 那這裡要喝洋蔥 因為現在吃飯時間比較多人 所以這個洋蔥多點 蔥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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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讓它變成很多樣化 是 老闆說沒有,妹妹而已 還要做出的很經典的肉絲飯 它的肉絲沒有什麼樣子 它裡面放那麼多,是醬油還是什麼 醬油 老實說,肉絲用這樣炒 我又第一次看到 炸菜肉絲麵 或是配到很一味的滷味通常在台南 都很受歡迎 炸菜肉絲麵 什麼炸菜肉絲麵 後面是廚房就是膠材 脖子 這個燒菜很重要 一定要處理到它的軟軟軟 香料,這樣才好吃 巴西炒到半熟,現在中調,炸菜把它放進去 中途都有通過酵母,最後煮肉,看到這樣 再加上香草 等於你出口就知道它用不到了 爸爸要用這些高湯的米 你一天要炒幾鍋了 哦,幾鍋了 幾鍋了 水高湯的味道 這個肉很少 還有高湯 所以這個湯很鮮 很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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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麵也可以 carp exhaust 樹高先鮮 超級鮮 非常鮮 魚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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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邊就炸菜肉絲湯的地方 這裡也有個肉絲 帶味帶勁 很像鑽的鑽起來 肉的處理 肉來的時候還要做一些先處理 然後炒才不會流 這樣 這比較涼 好,來,來吃這個味 一直煮下去就對了 我們不是還要炒過 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我去炒完 這是最好的嗎 對,我要好了 我要好了 等一下,還有小菜 這是什麼 這也是辣椒吧 這也是辣椒 哦,這是小魚辣椒 沒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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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脆一點 啊,用過來這個 沒有魚 沒有魚 有魚 有魚 有豆類 有特別條件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三餐嗎 你已經有白魚 你是吃三餐 怎麼 都沒有用雞肉的地方 雞肉 雞肉 這是九九九的嗎 嗯 有點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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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鍋人是一種 看起來外型很像是 人的一種辣味的大菜 肉絲麵 它這邊也有麻醬乾麵 嗯 哦,了解 麻醬乾麵 還有那個 精管還有那個 肉絲 還有那個 你這個 麻醬很香 麻醬很香 麻醬還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你叫湯嗎 哦 哦 沒有哦,你要吃大的 哦 嗯 這鍋是 我跟妳說 海南的大米 我會把妳沾一滑淺湯 哦 但是這鍋 應該不普通辨沾 不過這鍋是 它是新店 也不知道它有教股類 啊 它那個碗是 它的九九九純精 純精的 這是阿滷味 哇,阿滷味 好,很香的 這是我們的小菜,它夠濃 我比較強調,外的麻醬油越多越好 還要多就好了 我們還有叫這個高麗菜 你曾經吃過頭頭怎樣? 不錯 不錯,不錯喔 不過喔,可以不要再說川味 現在都變成台灣味,台灣味炸菜 台灣辣味炸菜的肉絲麵 小菜的滋味如何? 小菜是不錯,滷後有滷味 滷後有滷味喔 蔥子切後就好 蔥子切後就好 吃起來這樣感覺就不錯了 好,哈囉 啊,湯圓 湯圓是今天才有的 今天才有的喔 因為是 一年是一間,冬桌 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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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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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你今晚喔 你今晚我吃一次,我感覺 因為它炒的比較辣一點點 所以比較帶勁 感覺這樣吃咠哩 你這台都不是麵的 反而不是說這樣 嚇到才會嚇到才會嚇到 好 現在要吃一些神草蝶 因為 紅蝶 有紅蝶 紅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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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蝶